字幕提供 各位朋友午安 看到这么多人 我有时候觉得 演讲题目很重要 听说题目有一个财户 两个字 然后呢就很多人 然后呢我最近 就上网 Google 我在Google打上财户 两个字 就出现第一名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财户自如 你打上财户两个字呢 出现第一名就是财户自如 所以可见呢 现在的人 其实很希望有一个所谓的财户自如 什么叫财户自如 财户自如 各位觉得财户自如是什么 不需要为钱 低声下气 不需要为钱怎么样 低声下气 什么 低声下气 低声下气 对 不需要为钱 低声下气 可是我们这辈子好像 好像 都需要为钱 低声下气 对不对 譬如说你在上班的时候 然后 为了薪水 老板没有道理的骂你 甚至有些老板骂得很凶 对 那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为了钱低声下气 为了钱低声下气 那如果说我不为钱呢 假设我有财户自如 我会怎么样 对 我不爽我就把它file掉 对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有财户自如 对 真的吗 好 那如果说我们结婚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没有上班 所以我们就没有钱嘛 老公再上班 对 老公 那个 那个 上班回来 你把家庭呢 其实当一个家庭主户 辛苦不辛苦 很辛苦 可是老公看得到吗 看不到 有时候就说 你真 你一天到晚在干嘛 你没事情在干嘛 所以 怎么办 我们知道为了 这个家计 低声下气 对不对 可是假设我们有财户自如 我们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我们不爽 就怎么样 把它离掉了 对不对 对 所以这样越听是不是越爽 好 好 好 可是真的吗 真的吗 好 财户自如 其实是大部分人的梦想 那什么是财户自如 财户自如 财户自如呢 简单的说 简单的说 就是呢 你有 擁有一些财户 一些财户 而这些财户呢 让你可以不工作 可以不工作 然后呢 可以过你想过的生活 爽 所以网路上它的 一般的定义就是 假设你有一笔钱 好 你有 擁有一些钱 然后这些钱呢 可以让你 不用工作 让你不用工作 包括不用低声下气 不用工作 可以过你想过的生活 这样日子爽不爽 爽 爽 好 告诉各位呢 好像我现在在过这种生活 好 我要先讲我的故事 我在四年前的时候 我本来是会计师 会计师 那会计师是辛苦 可是会计师的手得也还不错 然后在四年前的时候呢 其实我接触赛斯是更早 大概七八年 八九年以后 然后接触赛斯以后呢 这样一路下来 好像真的会改变下半生 看 你看这个还是要这样的 好 然后呢 这中间呢 我就慢慢这样接触 就有一天 我就决定 去考心理諮商硕士班 会计师嘛 去考心理諮商硕士班 然后这有段故事 我想这个 有些同学可能听过 有些同学没有 那我简单的说 就是突然想要去考心理諮商硕士班 然后考心理諮商硕士班的时候呢 嗯 比论上来说 比论上来说 一个会计师 去考心理諮商硕士班 有可能考得到 会 会 有谁说会 会喔 你去考看看 好 告诉各位呢 比论上来说 比论上来说 是不可能 而且我考那个呢 是一般的啦 一般 一般的 是怎样 一般的 不是要上课 一般的 你是要 和那个年轻的同学一起上课 好 所以我儿子那时候就警告我 我儿子 我儿子上了 上了 上了 就警告我 爸爸 你要考的这个 不是EMEA 各位知道EMEA吗 警告 不是EMEA 是一般的喔 对 你不要上诸再讨厌喔 对 给他警告 好 后来呢 我真的就想要去考 去考的时候呢 真的我那时候问一个 我们同届的 大学同届的 他现在是心理系 我大学是念经济 我就问他说 我想考这个试了 考心理师这个事 结果呢 他听到 他跟我讲两件事情 第一句话说 你有去笑吗 我可以了解这句话的意思 就像说 当许医师 五十几岁的时候 他有一天打电话给我 他说他想考怪计师 是不是同样的意思 对不对 我一定跟许医师说了 你有去笑吗 对不对 好 第二 我的朋友他告诉我 你现在已经五十几岁了 你要考这个 考这个心理智商 硕士班不好考 所以你考到 也好好比较 至少要三十四十 所以你看看 他一直说 你比较不 他这句话就问了三十 好 好 好 也不太简单 好 你比较后 他也可以考心理师 你考到心理师 也不太简单 考到心理师 你考虽然 他考虽然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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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三个改进 代表什么 很难的意思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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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改进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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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絕對是鼓勵我 但是他不會盲目的鼓勵我 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嗎 但是喔 今天這兩句話是 我反而激起一種鬥子 我這個人的個性是 你不要把阿公 你把阿公 一做不到我一想做看看 好 所以後來我就決定 要做這件事 但是我心裡很清楚 考上機會大不大 很小 很小 但是我還有一個個性 這個個性是 當我決定了一件事 我看到這件事 我看到要做這件事 我一定要從這件事做到完 當我決定要考這個事 我一定要把這個事考完 但是會不會上 就看上帝的安排 就看宇宙的安排 對我來說 我決定這件事 一定要把這件事做到完畢 而且我那時候心裡想 磕磕磋 磕磋磋磋磋磋磋磋 就做到完畢 就做到完畢以後 竟然我割到 一遍就割到 他不是說我怕死掉 因為我本來就 對 我本來就想說要考三年 就一次就考上 所以我還記得看到那個榜單 但有我的名字的時候 起床會不會呢 對 我的朋友聽到都聽到 告訴各位 許醫師也聽到 好 那這東西就去念了 念的過程坦白講 滿辛苦的 各位想想看一個畫面 整個畫面是怎樣 同學跟同學 都是我兒子女兒那個年紀 老叔 都比我年輕 年輕十幾歲 所以你可以想到那個畫面 一個教室 都很年輕 一個 不懂 不懂 我經常講一個笑話 這個笑話是實際的狀況 我第一 開學第一天 我就進到教室 我就走進教室的時候 是不是有同學已經坐在那裡了 看到我走進來 每一個都看到我 看著我 以為是老師來了 我說沒有 我是你們同學 每一個都帶著一個 浮誼的那個眼神看著我 我說我呢 一段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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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去一段旁邊 這麼忙 結果上課聯想了 結果老叔 走進 那是真的老師走進來 就老師走進門口 一人都看到我 因為我坐在那個角度 一人看到我 我現在還記得那個表情 他一走進來 看到我的時候呢 他馬上就動作 他就趕快回頭看教室 他就趕快回頭看教室 他想說他走不走 告訴我 這個教室有沒有走錯 所以他真的 我到現在印象很深刻 他那個表情 進來 一眼看到我 然後馬上就回頭看教室的編號 有沒有 好像沒有 他問大家說 問同學說 是不是上什麼課 同學都說 對 上什麼課 所以他只好 很懷疑的 站在講台下開始講課 就這樣過了四年多了 好 我記得那時候我在 要決定要提早退休的時候 提早退休的時候 各位想想看 我一個月結束嘛 所以 還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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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退休的時候 我很多朋友都問我一件事 你真的要退休喔 我那時候是五十六歲 決定退休 然後呢 這些朋友就問我一件事 你真的賺夠了嗎 你賺夠了嗎 你現在五十五歲 假設到八十歲 八十歲 還有幾年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耶 你二十四年 會生活費都賺夠了嗎 問這個問題的人 他的錢都比有多 M家M八 有聽我說的意思嗎 好 我就問他說 不然你覺得 要累積多少錢 才能夠退休 他就開始省了 他就開始省了 開始省省省 好 我想請問各位 我們要累積多少錢 你才敢退休 假設你現在是五十六歲 好 要不要幾千萬 沒有 沒有 沒有幾千萬 好 覺得 要超過一千萬的舉手 對 覺得 一千萬以下的舉手 真的喔 好 我們現在來算話 一個月生活費 假設你有結婚 結婚 像 我剛剛看他一個人 很多年高帥 可是有時候 他現在一個人 你怎麼知道以後會變成 對不對 很難講啊 對不對 賽斯不是說 人是有無限的可能嗎 對不對 那假設一家四口 一家四口 一個月生活費要多少 要不要五萬 要不要超過五萬 要 對不對 好 要不要十萬 可能不用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折衷七萬五 我們算八萬好了 對不對 一個月八萬 八萬乘以十二 多少 九十六萬 我們算一百萬 十年多少 一千萬 二十年多少 兩千萬 兩千萬 對不對 好 那你要過財富自由的生活 是不是你要過你想過的生活 你想過的生活是什麼 不是只有平常的生活 你是不是想要 有些人喜歡去玩 說我要去這個環遊世界 我要去吃美食 我要來學賽斯 學賽斯要不要錢 要不要錢 要 工作房 要錢 然後師資業好的 這個價錢也貴 對不對 要不要錢 要 所以 假設你還有二十年 那多少錢 要不要兩千多 那利息現在高不高 一百萬 所以如果說你算一算 你還有二十幾年 你想要累積兩千多萬的錢 至少兩千萬 你才能過財富自由的日子 所以我問那個朋友說 你要累積多少錢 他是算給我聽 累積多少錢 然後他說 我說好 那如果累積夠了以後 你打算過什麼生活 他就跟我講說 我就來流山玩水 我就來玩 那我說 以我看你的個性 你玩得下嗎 你到時候沒有工作 沒有工作是不是就沒有收入 沒有收入 你雖然累積這麼多錢 可是你捨得花嗎 捨不得花 然後我說你看 然後你這樣存存存存 那兩千萬 結果 結果 物價上漲 所以你會發現兩千萬夠不夠 不夠 油電上漲 什麼都上漲 所以兩千萬夠不夠 不夠 你之後要累積到四千萬 利息越來越低 有沒有 到時候變成互利率 互利率 所以四千萬夠不夠 不夠 好 到時候你兒子 把你花一條大條的 所以四千萬夠不夠 不夠要六千萬 然後呢 突然又怎麼樣 所以六千萬夠不夠 不夠 所以你看 我們這樣子 我們要擁有多少 才能夠過一個財務自由的工作 或是擁有多少 才能夠 真的讓你退休 其實重點 不是在你擁有多少 擁有多少 其實是你內心 內心的一個 投射出來 我們想想看 退休這個事情 從我那個朋友他的感應 從我那個朋友的感應 第一個 退休以後是不是就沒有工作 沒有工作就是沒有收入 是不是 沒有收入 是不是就沒有價值 年紀越大 是不是都沒有用 是不是都沒有用 所以我是不是 擔心沒有用 擔心沒有價值 擔心沒有收入 所以其實我內心其實是 害怕 擔心的 所以因為這害怕擔心 所以我需要擁有更多的 更多的錢 來讓我退休 看到這位老朋友很高興 他剛一進來我沒有注意到 好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 內心其實是擔心害怕 擔心害怕 而且這擔心害怕 你需要擁有更多的更多的東西 來舒緩你的擔心害怕 可是你也追求這個擔心害怕 來追求這個東西 追求越多的錢 所以兩千不夠 要變成四千 四千不夠 要變成六千 其實中間反應的是 你的內心那種害怕 而且這種害怕會 越來越高 越來越強 所以我們要財務自由 或是我們要真的能夠退休 重點不在於你擁有多少錢 我覺得擁有多少錢 這個事情看起來是一個表象 可是更重要的是 我們要去反應你的內心 要去解鎖你的內心 你對未來是不是害怕 你未來是不是沒有信心 然後退休以後就真的沒用嗎 告訴各位 我當初決定退休 各位猜猜看 我有沒有算過 我已經存了多少錢 沒有 我真的沒有算 但是我有存錢嗎 有 我現在講說 不是說你們都不要存錢喔 不是喔 我真的有存錢 可是我沒有去算過說 我現在退休 我到我80歲 假設80歲 我還要過多少日子 我要這個錢夠不夠 我真的沒有 我通常想的是什麼 我覺得我那個退休喔 我還有很多事要做 所以我退休沒有 所以我退休沒有 我退休不是沒有用 而且我覺得我退休 反而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去發揮 我沒有台幣去躺那個 心理諮商碩事 但沒創意 好 第二個 第二個 我一直了解我自己的專長 我了解我自己的價值在哪裡 而且我從以前到現在 我都認為 我有法悟賺錢 我是一個有能力賺錢的人 有能力賺錢的人 目的賺得到錢 聽懂這句話意思嗎 我來跟媽媽無能力賺錢 好 講這個事情 我再講一個我的故事 另外 我這個人生過程沒力 有些很好玩的事 我那時候跟我太太結婚 結婚以後 就兩手空空的 兩手空空的 啊不是什麼錢 然後那時候這個 這個 我跟我太太都在上班 然後呢 過一段時間以後 我兒子要出生了 那時候沒有房子 然後就去跟人家租房子 結果租房子是個老房子 結果老房子到最後呢 下雨天一定漏水 沒有下雨 照樣漏水 為什麼 因為上面都積水 孩子要出生了 怎麼辦 一直漏水 真的是很年 所以後來我跟我太太呢 決定要買房子 可是沒有錢怎麼辦 沒有錢這時候呢 就我們兩個就動到我們的上一代 我就 我就動到我爸媽的腦筋 然後呢 我太太動到我怨我們的腦筋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我媽商量 說我想買房子 我要跟你借錢 好 那我太太也跟他媽媽借錢 好 就從未一次被我 就買 買 好 買了以後 買了以後 買了以後就 去跟銀行商量 說 你前兩年喔 不要還本金 純粹給我這個還利息 我兩年以後 我們再來還本利 我這樣講的意思 我內心有個信心 給我兩年還充 我兩年後 我的手都會比較多 好 然後呢買了第一間房子 買了第一間房子 各位覺得夫妻買房子 要登記誰的名字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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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知道嗎 這很多人都不知道 你們還有房子 有喔 好 我們來示範調查 你有房子 登記在你自己的名下的舉手 這位朋友很快的舉手 登記在配偶的名下的舉手 登記在配偶剩下呢 配偶 登記自己的 我們現在用先生跟泰坦 登記在先生的算是誰的 夫妻共有字啊 夫妻共有字 登記在先生的算誰的 夫妻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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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個人一個一半 看什麼時候的登記之後的 配偶夫妻共有字 我們一般夫妻都通常就是 法律共有字 法律夫妻字 好 那我現在問你喔 登記在先生的 首偶剩算是誰的 先生的 一半 一個一半 一個一半 還是算先生的 賣房子是 誰要決定 主要蓋章 先生 先生嘛 要不要太太同意 有 好 所以登記先生的 算是先生的 那登記太太的 算誰的 蛤 蛤 算老婆的 登記太太的 算老婆的 是嗎 好 其實這中間有法律的變遷 有一個民國73年6月10號 這個日子 我買第一天房子的時候 是在73年6月4號之前 之前 但那個法律規定 那個之前的法律規定是 在那一天之前 登記先生的 算誰的 先生 登記太太的 算誰的 先生 先生 好 所以我買第一天房子 各位猜我登記誰的名字 太太 我老婆很高興 我孕婦也很高興 妳要第一間房子 就經濟誰 經濟 太太的名 所以後來我太太才知道說 原來 那一間房子還是算我的 好 然後後來 後來法律有變更了 變更了 在73年6月4號之前 假設登記先生的 算先生的 假設登記太太的 夫妻要去確認 到底是算誰的 假設算先生的 妳要購物給先生 假設妳們都沒有去主張 登記太太的就算太太的 所以那一間房子登記我太太的 最後變成誰了 太太的 所以妳看 老生也沒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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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來呢 又買了第二間房子 各位猜 登記誰的 登記 我的 好 合理嘛 這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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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 會計師呢 發生一個博達案件 博達案件 後會計師呢 風險就很大 然後那時候我們事務所 也是博達事件的簽人快遇師之一 所以呢 我們可能會賠償 雖然那個不是我簽的 所以那時候呢 所有的婚圍 會計師 都在她的財產 貴侯太太 所以那時候我也在她的家 貴侯太太 所以我有人覺得說 人生有錢都沒有了 阿貴侯太太的時候 佛義母 還跟我老婆這樣 所以妳跟她說 妳要那些乖 我想我 我賺的錢 買一間房子 貴侯太賺 人家又跟我說 妳要那些乖 這才有帶著妳 好 但是呢 告訴各位 我一直認為 假設沒有這樣子 我也願意這樣 為什麼 因為我一直認為 我有能力賺錢 所以換句話說呢 縱使到現在 我沒有工作 可是我沒有收入 我沒有工作 是沒有正式的工作 可是我有賺錢的能力 所以我要講的是 財務自由 不在意妳現在 擁有多少錢 有很多朋友告訴我 對阿妳 妳不錯阿 所以今天我多賺錢阿 財務自由 也不在妳擁有多少錢 給妳 擁有很重要的核心是 妳了解妳的價值嗎 妳了解妳自己嗎 妳有沒有辦法 讓妳的價值發揮出來 假設妳了解妳自己 假設 假設妳了解妳的價值 假設妳有想辦法把妳的價值 發揮出來 告訴各位 妳絕對擁有機會 妳絕對擁有財富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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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不管妳的年紀多大 而且當妳發揮出來的時候 很明顯的 真的 機會自然來 妳根本不需要去追求 它就自然來 就自然來 好 所以我首先一個 我想提出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是 我們追求財務自由 是我們的夢想 的確是的 我們都渴望有一天 我們真的不需要再為錢 低聲下氣也好 為錢煩惱也好 而能夠怎麼樣呢 不是因為錢的問題 那我們在生活上有一個品質 品質喔 不是我們只過那個三餐而已喔 而且我們還能夠過 想過的生活 我們還能夠 甚至我們還能夠付出 譬如說妳還有一粒金 給高雄文貴 讓高雄文貴去幫助更多的人 有沒有 多爽 有沒有 假設我們真的能夠這樣子 是我們一輩子夢想的事情 好 所以呢 我第一個要提出一個 觀念就是 享受財務自由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 都有機會 但當然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不在於 妳現在有多少錢 可是我還是要強調 妳真的要退休 還是要存一筆錢 這點我也是覺得 不是說妳都不要去欠錢喔 不是 好 不在於妳到底要擁有多少錢 不在於妳的學歷多少 不在於妳的人脈關係多少 其實重要的點是 妳了解不了解妳自己 妳了解不了解妳的價值在哪裡 妳了解不了解 怎麼把價值創造出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核心 假設妳能夠這樣子 我告訴各位 妳真的可以享受財務自由 財務自由 而且真的可以 開始過妳想過的生活 好 那第二個呢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在關係中找到財務自由 這關係喔 其實我們人一輩子 是不是都 生下來就一定要在關係裡面 我們可不可能沒有關係存在 我們就是有 一生下來就是有 父子關係 父母關係 種種的關係有沒有 然後呢 在整個人生的過程裡面 就有親友關係 然後就有 妳上班就有組織關係等等 我們輩子都在關係裡面 可是關係很奧妙 關係是不是可以給我們支持 關係可以給我們支援 可是關係呢 卻常常讓我們受傷 關係卻常常讓我們失望 關係卻常常讓我們 得不到我們所想要得到的 所以這裡面就一個很奧妙的一個點 那我們要得到財務自由 一定要在關係裡面 所以呢 在關係這過程裡面呢 我們就需要去了解一些 一些重點 好 第一個呢 我覺得在關係裡面 沒有一個關係是完美的 包括妳的父母關係 包括妳的配偶關係 包括妳的親子關係 包括我們來參加高雄婚會 這個組織是完美的 沒有一個團體是完美的 沒有一個關係是完美的 可是我們卻常常 渴望在完美的關係裡面生活著 完美 完美 完美的關係 完美並不是 賽斯常常講的 完美不是存在的本質 不完美才是存在的本質 所以呢我們一定要了解 所有的團體 所有的團體 不管是誰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事物 所有的世界 都是不完美的 假設它是完美 也不是我們想像中的完美 所以如果從妳對一個組織 對一個人 對一個關係 存在一個完美的渴望 通常妳的受傷會更大 妳渴望越高 受傷更大 所以第一個我們要了解 所有的物質上的存在的本質 是不完美 也是一個不完美的狀態 才讓我們有存在的意義 各位了解我這句話意思嗎 很重要 世界上就是不完美的 而且就是不完美 才讓我們有存在的意義 這世界上存在的本質 就是不完美 就是不完美 就是不平衡 我們才有存在的意義 賽斯曾經講過一句話 我覺得非常好 他說呢 我們每一個人是一個 完美中的不完美 而且我們每一個人的不完美 在宇宙更大的完美當中 我們得到了救贖 我再講一遍 所以賽斯說 我們每一個人 是在一種完美狀態中的不完美 而我們每一個人的不完美 在宇宙更大的完美計畫裡面 我們得到了救贖 賽斯講的意義是 所謂的完美是一個更大的 宇宙更大的意圖 可是在這更大的意圖呢 我們每一個人在這更大的意圖裡面 去扮演你的獨特性的角色 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不完美 而不完美 在宇宙更大的意圖裡面 我們得到了救贖 所謂得到救贖是什麼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是不完美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是犯錯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盡情的做自己 所以我覺得賽斯這句話呢 我們進入一個很重要的意圖是 存在它真正的本質是不完美的 存在真正的本質是要你犯錯的 而不是要你變完美 要你不犯錯的 犯錯跟不完美是你存在的本質 而這個存在的本質呢 讓你更能夠做自己 而讓你更能夠經驗更多的 而你這一生要來這邊 所互以自己的要修的功課 也只有犯錯跟不完美 你才能夠真正去體驗跟休息 好 所以呢第一個 我不斷在講 關係是不完美的 團體是不完美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認知 你的另外一半完美嗎 各位覺得領的另外一半完美的舉手 真的喔 我很好奇 在旁邊一定要說完美 看到它的完美 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我有一個個案 他現在三十幾歲快四十歲 還沒有結婚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還沒有結婚 他說他一直在尋找一種伴侶 他現在尋找靈魂伴侶 我就問他說 什麼是靈魂伴侶 他說靈魂伴侶就是 我都不要做什麼表情 我都不要講什麼話 他就看到我的內心 他就知道說我在想什麼 我說 喔 我看你常常在玩銀端的網路 我說你在走在這個銀端上 有這樣的人嗎 有 真的嗎 你都沒有表情 你都沒有講什麼話 他就知道你在想什麼嗎 可能有 但是我這輩子碰不到 好 我要講的是 英文伴侶 不見得是你最好的伴侶 而且通常 以我的經驗 我們的伴侶 通常絕對不是我們 理想中的 甚至是跟我們理想中 背道而恥的人 各位覺得我講這句話 有沒有當理 覺得有當理的舉手 這麼多人舉手 所以可見你已經忍耐好久好久 這是我深深的體驗 深深的體驗 好 所要講的是說 如果說 我們在我們的伴侶關係裡面 我們存在一個 刻板印象 或存在一個激進的觀念 我的伴侶就是要怎麼樣 奇怪 我們在一起這麼久了 你懂 我愛什麼 我喜歡什麼 你都不知道嗎 你沒有講 連他怎麼知道 了解我這句話意思嗎 我們有時候都很渴望另外一半 你就是怎麼樣 要了解我 可是你平常就 也沒有在表達什麼事情 好 所以呢 第一個我們真的要深刻了解 關係 絕對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完美 甚至我要講的是 它通常是不完美 而不完美才是 關係存在的本質 也因為不完美 你才有機會從婚姻關係裡面 去體會 兩個去碰撞 兩個去競購適合你們的婚姻的關係 我記得我那時候剛結婚 不久 然後呢 枕頭不是要用毛巾鋪著嗎 鋪著 鋪著 因為有時候頭髮會有油膩 然後我太太有時候鋪著呢 那個毛巾都有圖案 譬如說一絲天鵝的圖案 然後我太太呢 鋪的時候一定是 天鵝頭一定要朝正面 對不對 然後放我鋪的時候呢 管她正面鋪正面 只要是毛巾 我就鋪著啊 我太太跟我講說不行 你這個頭 顛倒了 顛倒有什麼用 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啊對不對 然後到最後 我堅持己見 然後她也堅持己見 然後為了個毛巾 為了毛巾 有時候就有點不太愉快 後來慢慢溝通出一個模式 這個毛巾呢 不要用圖案 這是不是一種方式 不要用圖案 我們兩個有沒有問題的 都沒有問題了 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這妳看這代表怎麼樣 在婚姻的關係裡面 它絕對不是你想像中的 而這中間呢 我們要有辦法去走 所謂的第三條路 第三條路 好 好 所以呢 我想呢今天在 要提到這個呢 我想從這幾個觀點 所以這幾個 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核心是 你真的了解你自己是誰嗎 你了解你的價值在哪裡 你了解怎麼發揮這個價值出來 好 那有些朋友說 你學價書啊 學價書就比較有賺錢的能力啊 那各位覺得 家庭主務有沒有價值 有 家庭主務 家庭主務的幾首 有嗎 好 家庭主務有沒有價值 有 有什麼價值 媽媽好小孩就會好 什麼 媽媽是好的小孩就會好 全家都好 媽媽好全家都好 不是這是你說的 你先生有沒有這樣覺得 有齁 所以這比較幸福 我記得有一次 我上班這樣回來 然後呢 我有一個朋友的太太 就到我家來參訪 就到我家以後呢 她說 欸 你家喔 她弄得還蠻整齊的耶 而且那時候不是因為她來 她是臨時來的 對不對 那我就回了一句話 我說 我太太就沒工作啊 家庭主務啊 所以 我的意思是怎樣 你就沒事情做 所以處理是要看得太多 所以我覺得家庭主務 這價值在哪裡 家裡 沒有 家庭主務沒有價值 然後呢 要把家裡弄整齊是應該的 結果我那個朋友 他還是跟家庭主務 他一句話說 我也是家庭主務 但是他們家就很軟 這個事情喔 到現在我們太太還會記住 我們再把家庭 好 我現在這樣說這個意思是怎樣 我有時候對家庭主務的 價值 他不是說我沒有價值 以前啦 以前 我沒有價值 我說你 沒事情做了 所以你硬來也要去做 看得好嗎 看得好嗎 那有什麼難 好 所以有時候呢 對太太來說 她充滿了委屈 我花那麼多時間 把家庭整理得這樣 你根本看不到 你看到的是什麼 你也不賺錢 好 所以這裡面呢 有時候 有時候因為角色上的差異 角色上的差異 有時候 怎麼在角色裡面 發揮出價值出來 我覺得是 也需要一種功課 我昨天跟我太太講 我太太當家庭主務 已經很多年 我跟我們太太說一句話 我覺得這幾年來呢 我深確覺得 我太太是一個 很成功的家庭主 各位知道我們家的狀態 是怎麼樣嗎 我一直覺得說 好像是她派我出去賺錢 譬如說我今天 假設來這邊上課 是有終點費 對不對 好 那終點費呢 我們家的狀態是 我要把終點費 那個信封連錢交給她 交給她以後 她就拿出來記帳 兩千幾千 然後我就問她說 可以不會給我 好給妳 這樣太太成不成功 好成功喔對不對 然後我記得 我那時候當快递室的時候 事務所把薪水 就錄到我的帳目 那我太太每個月 第一件事情做什麼 我那個帳目的錢 轉到她的戶頭 然後後來我就跟她商量 妳要給我零用錢啊 我不用一個月五萬 五萬 所以她轉過去的時候 就留五萬 那我就不用好五萬 那這個月我就省吃減用 我用了一萬 是不是剩下四萬 我想說下個月再補五萬 就補九萬了 不是嗎 叫我太太怎麼做呢 叫我太太怎麼做呢 五萬 五萬 所以你看 我太太做得成不成功 成功 對不對 她派我出去賺錢 然後呢 又看我賺得很 賺錢賺得很得意 也很開心 然後呢 賺了錢以後 她收錢 財產又是多她的 成不成功 成功 可是我等一下要分享 我從我太太身上看到一種 家庭主屋的價值 她不是只有把家事整理好 她發揮了某一種她的特質 好 我想我等一下要做一個分享 你現在經濟不好 然後呢 現在很多年輕人 對未來其實抱著一個 沒有希望的感覺 然後頻率懸殊很大 然後很多年輕人出社會 找不到工作 所以其實我覺得未來 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這是喔 以前美國的財政部長 戴藤說一句話 他在一個週刊訪問的時候 講這段話 我這段話很不錯 他說呢 看看今天我們國家 社會上能有很多貧困 而中間的薪資已經很久沒有成長 所以不是只有台灣 美國也是這樣 好 你提到貧富不均的保身 這貧富不均是保身喔 有錢越來又有錢 沒有錢越來又沒有錢 好 還有不同世代感到階級的流動 跟機會的消滅 我覺得這一點在台灣是很嚴重的 階級世代 年輕的一代他們未來真的是 機會很少 好 然後呢 這是很極其損傷之事 然後他覺得當今之物 要重新尋回一種能力 而這個能力呢 政府要提出一個有效的政策 讓今天付出校門的一般人 能夠更多機會 他講的是一般人 不是所謂的比較學歷好的人 所以他這個重點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 我們要尋回一種力量 而尋回一種力量 不是只有在政府 在誰身上 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 所以未來台灣經濟要好轉 要靠誰 靠參與我嗎 靠林權嗎 不是 要靠我們每一個人 而且我們要重新尋回 我們每一個人的力量 我覺得這是一個未來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我們假設想要渴望財務自由 我們想要渴望關係自由 在關係裡面我們要自由 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我們要重新尋回我們的力量 而這尋回我們的力量 我們要尋回我們的價值 而且我們要讓我們的價值 花位出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未來 非常非常重要的點 好 我們再看下一張 好 那行為這個力量呢 我過去在演講上 我常提到一個觀念 就是鐘擺禮物 鐘擺禮物是什麼 好 我們看鐘擺 對不對 好 鐘擺呢 你看 從這邊 它一定會擺到這邊 擺到這邊的時候 這邊是不是空著 可是擺到這邊呢 它會不會一定擺回來 一定擺回來 一定擺回來對不對 擺回來的時候一定會擺過來 啊什麼時候會不擺 鐘擺掉的時候 對不對 好 景氣 就跟鐘擺一樣 當景氣擺到這邊 我們假設我們 我們假設是景氣低於 一定會回蕩到這邊 當景氣高潮高峰 一定會回蕩到這邊 景氣什麼時候不會波動 這個是不存在的時候 所以我記得我大學念經濟學 第一堂課就供需平衡 供給跟需求 我們賣東西跟人面對這東西的需求 然後再交叉那一點就是平衡點 在平衡點決定你的生產的數量跟這個銷售的價格 可是畢業三十幾年了 我突然發現這個世界從來沒有平衡過 這個世界的供需從來沒有平衡過 可是因為不平衡 它產生了動力 這不平衡 就產生了機會 好 關係的不平衡 就產生了機會 所以我通常在看這個世界 我到一個團隊 我第一看的是什麼 我會先觀察這個團隊或這個世界 或這個關係的現況 當我看到一個不平衡點的時候 我不但不會抱怨 我往而是更高興 而且不平衡越大 我越高興 所以我會不會很壞 說我很渴望這個社會越亂 越亂是越不平衡 我每次開玩笑 比如我剛開始接觸三十 然後包括到現在 我發現有一個很不平衡的現象 這叫什麼不平衡的現象 我記得 許天聖 在演講的時候都憲傑人 有 白日白日沒有為 還要唱為 還要還要預約 有沒有 是不是不平衡 怎麼大家都聽它的咧 對不對 然後你仔細聽它講的內容 現在社會上 經濟財富 是不是很重要 他怎麼這麼說 很少說 現在他沒有說很會說 所以他已經很會說 但是 他這方面就很合適 所以 你看喔 所以一個不平衡的現象 在賽斯這個家族裡面 喔 他說得那麼多人 大家卡在那邊死 白人說得不那麼多人 很輕鬆 對不對 第二個 這麼重要的主題 他們其實也很少講 就是不平衡 所以每一次我看到這不平衡 我會被抱怨 抱怨說 我演講的時候 怎麼比齊天生少那麼多 你們怎麼都不試貨喔 有沒有 我都不會 我怎麼樣 我是不是看到我的機會點 聽懂這句話意思嗎 這是一個不平衡 所以 他不知道背景是 這個經濟啊種種 我是可以講這一方面的 我現在還在談心理諮商 所以如果把這兩個整合起來 後來賽斯裡面 光講這個 夠不夠 夠了 夠了 有沒有 所以你看 我看到一個不平衡 我絕對不會抱怨 有啦 心裡還是會低估 低估 他也沒有長得比我帥 對不對 怎麼那麼多人聽 哪個不一樣 至少我會比他高啊 對不對 奇怪 怎麼大家都 說你看 他比你年輕 他怎麼樣 他比你年輕 他比我年輕 對 這真的輸他 他還比我年輕十二歲 這更不平衡 好 第二個我要提出的觀念是 我們看到一個不平衡現象的時候 我們不要陷在那個不平衡的現象 你要看到不平衡背後 它的機會 不平衡背後的機會 所以通常我的個性是這樣 當我看到鐘擺往這邊擺的時候 擺到這裡的時候 大部分人是不是都集中在這裡 這邊是不反而空 但是我知道 他下一波是往這裡跑 所以通常我會先往這裡跑 我會先在這邊佔據我的空間 等到他擺過來的時候 知道他又跑過來了 我又把經驗讓給別人 我又跑過來這裡 鐘擺跟能量實在是不斷在講 我們每個人都是能量體 能量它不斷在渴求的是一種流動 能量不流動 就跟鐘死掉一樣 壞掉一樣 能量不流動 就沒有存在的價值 而流動 一定是從不平衡開始 也因為不平衡 我們每一個人才有化繪的機會 才有存在的機會 好 關係之間也是一樣 我有一個個案 我有個個案 先生是台大的教授 然後是美國非常知名大學畢業的 非常知名大學畢業 國師畢業 好 那他這個個案 他本身也是蠻好學校畢業的 學音樂的 學音樂的 好 通常在這種價值觀之下 一定會有一個小孩 就是念書念的話 也會常出狀況 好 他一個小孩就是這樣 然後通常這個小孩的 一個兄弟姐妹 其中一個 就是很聽話 很會念書 很不讓父母親操心的 可是我覺得這關係很奧妙 有沒有 通常就是這種組合 這種組合 好 那我要講到說 那這個 這個 這個太太呢 一開始的時候 她看到這個不平衡 不平衡是什麼 她先生很優秀 其實她自己也 也蠻優秀的 可是她沒有看到自己的優秀 她看到先生的優秀 她看到孩子的不優秀 另外一個天化 所以至少呢 至少那個天化小孩 她都不要寵她 好 然後對這個不優秀的孩子 她就覺得很憂鬧 然後先生也很懊惱 我兩個人在閃閃閃閃閃閃閃 你注意看 有時候偏偏就會生這樣的孩子 好 所以這中間呢 她其實 很不平衡 然後呢 她先生也嫌她 因為她一直看到先生優秀 然後看到自己的 不優秀 其實她也是美國知名大學的 這個碩士喔 也蠻優秀的 可是她卻不斷的看到她先生的優秀 所以她第一個動作是 那我是不要在我的音樂裡面 跟我先生拼 拼優秀 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嗎 因為她那麼優秀 我這麼不優秀 所以我怎麼辦 我就想要在我這個音樂方面跟她拼 可是拼得過嗎 拼不過 第二個 這先生常常唸這個家人 然後唐文唸這個太太 我不知道什麼事情 孩子會這麼差 這是被你教壞的 真的嗎 其實孩子很渴望什麼 孩子很渴望 父親的認同 可是孩子其實功課不好 然後常常出問題 所以先生會認同嗎 不認同 所以這個孩子常常被 被這個父親念 可是孩子內心最深處的 渴望是先生的人 好 所以這個太太呢 又開始採集第二步驟 她就要跟她先生對抗 所以怎麼對抗 因為她先生都沒有跟孩子親近 所以她就想 我就跟孩子連結好一點 所以孩子都挺我的 假設有一天 怎麼樣的時候 孩子都會想著我 好 大家這樣做有沒有錯 沒有錯 可是這樣做的結果 是把家庭的不平衡 讓她更不平衡 本來不平衡 其實宇宙的能量 她會往平衡的方向來 可是她這樣做的結果 是讓這個擺得怎麼樣 更高 更高 所以我就跟她講說 那如果說 如果說 你覺得你現在也優秀 那你們家裡這不平衡裡面 有什麼 有什麼機會點 什麼叫機會點 其實她先生 一直很渴望 跟孩子連結 可是她先生的價值觀 沒辦法跟孩子連結 孩子也很渴望 跟父親的 跟父親的認同 所以假設這太太在中 扮演這個角色 扮演這個角色 不是把孩子拉得跟我更近 而是協助 孩子跟父親的接觸 然後呢 也協助父親去跟孩子連結 然後她 你看 宇宙安排她也接觸賽斯 接觸身心靈 所以 宇宙的安排是 要你不是再去追求 物質上的優秀 要你怎麼樣 開展你的心靈能力 然後假設你在家庭裡面 變成一個心靈中心 各位知道我這句話的意思嗎 然後你派你先生出去賺錢 有沒有 賺錢回來 然後呢 你是個家庭中心 然後你是連結 然後你也協助孩子 跟父親連結 你也協助父親 跟孩子連結 你是不是很有財務自由 有沒有 其實我在說我太太 我太太我覺得呢 她很厲害的地方 我覺得她很厲害的地方是 我老的命相 我變成物質中心 因為我賺錢能力還不錯 而且我自己呢 賺錢又賺得很熟 更重要的是講 我賺錢又賺得很熟 所以我去外面講課 我怎麼會說 你怎麼辛苦 你不用去講課 但是我就是想要去賺錢 想要去講課 好 然後呢 我太太變成家庭的心靈中心 孩子會跟她連結 可是我太太呢 她不是只有連結 我太太會協助孩子跟我連結 我太太也會協助我跟孩子連結 所以到最後 我們家的真正中心是誰 是我深深覺得 我是妳派出去探錢 有沒有 好 所以呢我一直覺得 當妳看到一個 當妳看到一個 所以妳看到我太太 不是只有把家事座好而已 她變成一個心靈的中心 而且她對 我那天有人問我說 妳的星座是什麼 我的星座是獅子座 那男生的獅子座好不好處理 我夠好處理 我給我妳太太抓到這樣 蛇到這樣 蛇人座 男生獅子座 其實妳只要了解他就好 妳只要用兩招 一招就是 妳要用崇拜的眼神 看著他 所以我太太每次都說 欸 我問妳喔 這怎麼會這樣子 我說 我也不知道耶 我說 可是 妳身心裡是個大師啊 聽了就多爽 對不對 好 所以 第二個 獅子座的人 有脾氣 一定要順著她的盲目 順著她的盲目 我告訴妳 她會不會有貼貼 所以 妳看我太太又派我出去賺錢 回來 好 好 所以我現在講的是說 當妳看到一個不平衡狀態 包括妳的關係裡面 包括這個世界 包括這個社會 不平衡 抱怨當妳要 妳要表達某種情緒 可是更重要的是 妳要從這裡面去看到 妳的機會 對 我覺得我從過去到現在 我一直在看到這個 所以妳看喔 我未來想要 我去學心理諮商 結果我看到有不平衡現象 那不平衡現象是 企業界的人 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可是 心理諮商界的人 對企業界的人提供的服務 有一個落差 它是一個不平衡的現象 它需要一種人 這種人是怎麼樣 了解企業界的人 然後 也有學過心理諮商 又有人生理念的人 來為它服務 這種人是誰 那就是我 好 其實我講這樣 有時候用我做例子 我也希望集中 給各位一種思維 妳不要像我這樣 但是 我是希望集中你們思維 就是 妳可以從妳周遭的人 去看到一個不平衡的現象 所有的能量 都是鐘擺 它也會擺盪 所以我常常在講 當妳在高潮 高峰的時候 不要太擔心 一定會走向下坡 可是當妳在低潮 下坡的時候 不用擔心 一定會上來 除非妳放棄自己 除非妳放棄自己 我從我過去的人生意念 妳適不適 所以當我在低潮的時候 我會靜待 我也會學習 我會學習 我好像不特別去追求什麼東西 我會靜待的機會 因為我知道機會一定會來臨 好 妳再看下一個 好 所以這個就是 功績不平衡 其實有很多無限的機會 我覺得我從過去到現在 都受惠在這個 受惠在這個 它真的有無限的機會 好 我們再看下一位 好 而且機會 我們不要以為機會 都在很大很遙遠 機會其實都在我們周遭 不起眼的地方 所以我常常在講 怎麼尋找機會 妳家的垃圾桶看一看 妳家的廚房看一看 我要強調的是 機會其實都在我們生活周遭 不起眼的地方 所以每一次都會舉那個 統一超商的茶葉蛋 茶葉蛋 統一超商在賣 各位知道一年賣多少嗎 好幾億個 一個八塊錢 所以光這個茶葉蛋 就賣個十幾億 毛利率很高 所以這個茶葉蛋 一年它可以賺幾億的錢 可是我們想想看 茶葉蛋在我們生活裡面 是不是很普通 很普通 可是你看 機會就在生活周遭 不起眼的地方 好 所以我再提供一個概念 不平衡是機會 那機會在哪裡 就在我們生活周遭 就在我們生活周遭 而且甚至 越不起眼的地方 它越是機會 好 妳看看下一個 好 那就中間很重要的是 我們要用心去看 而用心不是只有看表面 我們要看到每個事件 它的背後更深層的意義 還有背後更深層的機會 而且這裡面要看到它 所需要的 它所需要的 好 我們再看下一個 好 所以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 機會裡面 這是統一超商以前的總經理徐通人 好 他曾經講過 他每創一個事業 他說 他都不是在追習慣賺多少錢 他說 我通常是滿足 還沒有被滿足的需求 所以他們說 我跟別人做競爭 競爭不是我要搶你的市場 競爭是什麼 我要創造還沒有被滿足的需求 我要滿足還沒有被滿足的需求 譬如說 他是我的競爭對手 我不是搶他的客戶喔 我是看他還有沒有滿足客戶的地方 我去滿足 這樣了解一下 我去滿足 滿足客戶似會自然跑過來 然後因為我的滿足 其實是創造了更大的市場 各位到底這句話的意思嗎 很重要 所以各位想想想 假設 不是假設應該是 我六月底應該論文可以寫完 應該可以畢業 然後季業底會去考心理師 然後應該可以考上 應該啦 假設沒有考上就明年再考 好 假設我真的考上心理師以後 我怎麼去跟許醫師競爭 是的 如果說我要去跟許醫師競爭 假設 就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人家經驗那麼多了 對不對 人家會來找我還是找他 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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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很貴嘛 對不對 比較無言嘛 好 但是我想的不是這樣 我想的是說 好 我現在用許醫師 不是我真的要跟他競爭 而是 我們想想看 許醫師在這個 所提供的服務 還有什麼不被滿足的地方 還有什麼不被滿足的地方 有沒有 有沒有 我看到太多沒有滿足的地方 太多了 譬如說年輕人對未來的發展 生涯的 一些中年危機的 老年退休的 我是不是很有經驗 對不對 企業生涯轉換 企業人生涯轉換的 有沒有 企業突然失業的 這各位了解意思嗎 許醫師有沒有滿足 他可能可以滿足 可是我目前看到是 他還沒有滿足的地方 所以未來 我來做心理師的時候 我可以定位在哪裡 我來滿足這些需求 因著我滿足這些需求 對賽斯這個機構 是創造另外一個領域出來 各位知道這意思嗎 我是延伸到企業界 老久了這樣 好 所以你看 我們必須要一個思維 你這樣想 各位覺得未來 我的機會多不多 多 我有時候想一想 做不完呢 怎麼辦 做不完怎麼辦 好 告訴各位 也不用全部我做 我是不是可以分享出去 給年輕人 了解意思嗎 然後我就創造一個平台 我現在譬如說 我就創造一個平台 這平台我建立某種架構 我吸引某種人進來 然後呢 真的在職業的過程裡面 讓年輕人去做 了解 然後我當他們的顧問 可以嗎 我還會回家書耶 有沒有 我有心理師耶 我告訴你還有有回家書耶 回家書 我是不是可以幫助企業界的人 你要解釋什麼 啊企業界我要不要再去職業 沒有 说也是怎么样 把一些机会给年轻的人 像我是不是可以过我想过的生活 然后到时候又有价值 又有钱进来 有没有 所以我是不是 有在过财务自由的国 这样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 所以我讲的很多观念 其实你从这里其实是 不只创造你的价值 而且是开创机会 各位觉得我刚刚讲的会不会天荒夜谈 我讲的是不是很实在的 而且我是不是有朝那个方向在行动 有没有 是真的快拿到硕士了 告诉各位 我拿到硕士那个毕业证书 我丢在脸书上大波特波 因为很多人期待很久了 很期待很久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好 天荒进来有个核心制 你到底是谁 你了解吗 我觉得这点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 很多人都不了解到底是谁 那赛斯讲的资王里乐 这个资猪 我想很多赛斯家族应该知道 你是资猪 你资猪就是里面的特性 你生来就是会吐司 而吐司的目的在哪里 自然就有食物 连在这个资王里面 你就可以得到你的这个生活 你可以得到这个食物 好 但是呢 我们的教育里面 却没有告诉我们 或是没有教我们去认识这里是谁 所以呢 有时候 明明你是一只蜘蛛 可是你也想成为蜜蜂 明明你是一只蜘蛛 你也想成为一只水母 有没有 所以这中间就产生了很多混乱的现象 混乱的现象 那我一直觉得终其一辈子 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是 你要不断的去了解你是谁 那怎么了解 很多朋友问我说 你怎么了解我是谁 我有一个个案 他就一直想了解他是谁 三十几岁了 就是我刚讲说 要寻找灵魂办理那一位年轻人 所以他到现在工作 他有找过工作 有做过工作 然后他第一个观念就是 他觉得工作都没有兴趣 所以工作要找什么 有兴趣 所以要有兴趣的工作 才能够持久 才能够有热情 是吗 就是他第一个观念 我要寻找我有兴趣的工作 所以我要先了解我是谁 我的兴趣在哪里 所以他来找我智商 找我智商 好 好 结果呢 我在跟他谈半天 然后他还拿 过去我去做一些 那个测验 人格什么什么什么 好 我拿来就跟他 有好几次跟他讨论 这个 从这边显现你的特质是什么 特质是什么 讲到 最后快结束了 我就问他说 你从这个体会里面 你觉得你是谁 他说我不知道 你还没告诉我 好 他期待 为人告诉他 你是一只蜘蛛 还是你一只蜜蜂 他就这样 那我跟他讲说 我告诉你是蜘蛛 结果呢 你就去吐蜘 可是你不觉得你是蜘蛛 就你吐蜘呢 吐不出来 他说怪谁 怪我 他怪我 你看我明明不是蜘蛛 你也告诉我要去吐蜘 所以呢 他过去的生活都是这样 他因着别人告诉他 你可以做什么 就他去做 做了以后发现 跟他想象不一样 跟他想象不一样 他怪谁 怪对方 好 各位看看这样的人 你能够了解他是谁吗 了解是谁 一定要靠自己 而且怎么了解自己是谁 就是你要你生活的 每个细节 每个经验 每个犯处 去了解自己是谁 宇宙喔 我觉得宇宙很奥妙 其实灵魂 早就知道我们是谁 而且灵魂知道我们是谁 也设定我们在这一生的一些功课 而且因为你是谁 因为也配备了你 在这一生 能够发挥 那个特色所有的能力喔 他都配备给你喔 然后他怎么让你知道 他会在你的生活的每个周遭 每个细节 不断的显现出一些征兆 让你去感受到你事实 可是我们人的自我 有时候又很奥妙 我们常常不去注意这些征兆 所以灵魂他已经写见出 你就是一只蜘蛛 可是有时候你会觉得 我不是蜘蛛 蜘蛛好丑 我要变成这个天鹅 天鹅比较漂亮 你会这样 但是灵魂它是不厌其烦 纵使你没有感受到 它下来还是不厌其烦的显现出来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它还是不厌其烦的显现出来喔 所以有时候我在看 我觉得宇宙这种 显现出你到底是谁这个意图 我觉得跟那个GPS 各位开这个GPS吗 好像 比如说我现在要去哪里 我是不是设定了 GPS开始寻找一个路出来 对不对 然后就开始指导你 这个这个 你要往右转 往左转 可是当你不按照他走 他会怎么样 他重新搜寻 好 统一搜寻以后 帮你指出一条 对你最有利的路 对不对 好 就告诉你怎么走 刚刚你又不照他走 他会怎么样 他还是会再重新搜寻 他会不会生气 不会 好 他重新搜寻 也会搜寻一个对你有利的路 好 宇宙就是这样的 他灵魂知道你是谁 而且他已经配备好 你所有的能力都配备好 而且他也不断显现出机会 让你去发挥你的专长 可是 你还是可以自己选择 你没有选择那一条路 没关系 他下一次还会再显现出机会给你 你没有这样走 没关系 他还是会再显现出这样的机会给你 好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我每个人要去想 想办法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的核心 是要从你的生活上的细节 你碰到的事情去体会 可是 有一些工具可以参考 工具可以参考 比如说 赛斯里面有九大义士家族 各位知道吗 背得出来吗 背得出来的几手 有奖品 好 那些都是一个工具 你从里面去真的去了解自己是谁 好 我简单举我的例子 我在小学的时候 我突然有一天发现一件事情 这是让我很惊讶 我在学校功课算不错 可是我有很强的自卑 跟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地方 那我觉得很奇怪 我怎么会这样子 那我在看原来我是这样子 比如小学 小学功课不是有英文数学 什么什么什么 我每一科都是不错 可是呢 每一科班上一定有一个人比我还好 我现在譬如说 英文 就是有他比我好 数学 又是有他比我好 然后呢 这个什么 物理又有他比我好 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到最后我都不是第一的 我就觉得我怎么都输他 输他 输他 所以我就变成 我就觉得自己很差 可是我后来慢慢慢慢长大 我观察 原来他只赢我英文 其他都很烂 各位照我的意思 他只赢我数学 其他也很烂 好 我慢慢才发现说 原来我的特质是什么 我特质是什么 我是一个每个东西都不错的 听懂我意思吗 都不错 而且是在前面 后来出社会以后才知道 这样的人适合做什么 适合当总经理 有没有 总经理是什么 你什么都会 但是就是有一个 对 通财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行销的经理 一定是比你业务行 有没有 那个这么研发的经理 就研发比你行 所以我才 我才了解 我这样特色适合什么 总经理 所以总经理的意思 这样的人 整合能力会很好 是 计合总统 是有当总统 计合什么 当总统 当总统 不排除啊 蔡英文是我大学同届的 人家都会当总统 所以代表我老祖介 你先去当行政院院长 行政院院长 会当总统 我先当心理师再说 好 好 好 各位知道了吗 我从这里发现 我有一个很强的能力是什么 整合能力 我发现 我过去发现 我听了他讲 听了他讲 但听了他讲 我很容易把这三个能整合起来 我整的能力 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点 所以我从 然后我再回想 我从小到大 每一科 在考试 我很会猜题 我整的能力很好 路整的能力很好 所以我从来 我看书从来没有从第一页 看到最后一页 因为我很会抓重点 我整的能力很好 但后来讲 所以你看 我走出来的路 我大学是念经济 后来去念一个气管的硕士 又当会计师 又当会计师 现在又念心理智商硕士 所以你看 我走出来的路是 都不一样的路 这个路要 要让我去发为什么 整合能力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当会计师 我在外面讲课 讲会计师有关的财务报表的课 我是可以把 财务报表 跟经济结合 跟气管结合 跟心理智商 心理结合 所以我现在讲出来的课 把你计师 有人可以像我这样说 而且我现在讲出来的课是 叫好又叫做 好 所以你看 我刚刚讲的 你看 这里面是当我了解 我是谁的时候 我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长 这个特长是什么 整合能力 然后配合的 我的表达能力不错 表达能力不错 所以你看 我走出的路 是一种整合型的 然后我会沟通 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是不是在一种沟通里面 一种整合里面去展现我的价值 这样各位了解 所以我要强调的是 我每一个人要从我们的生活细节 去了解 至于是谁 你可以看看 奇怪 为什么 他听过快的课 他觉得过快讲的很好 我听过快的课 怎么觉得过快讲的很差 这也是一个细节 听到为什么 奇怪 那么多人喜欢听许医师的课 我就觉得许医师在说什么 我找急事这样子 我觉得许医师在说什么 这人我没说 好 其实 那不是对错的问题 那就是一种 你是谁的迹象 你是谁的迹象很重要 所以 其实你是谁是一个迹象很重要的点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 不管你现在的角色是家庭主户 你现在的角色是什么 你在这一辈子 永远要了解你到底是谁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好 在赛事里面唱一讲 你了解自己是谁 一定要让它展现出来 所以要唱出生命中 最想唱的那一首歌 说话都很简单 但是你要了解到底是谁 然后你要展现出来 展现出来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好 当然这里面其实有很多 我看到很多对财富 它没办法置于很多惯性的思维 很多人认为说 很多人认为说 未来是没有机会的 关系里面不可能改变 还有 我看到太多人认为说 最后有钱通常是不快乐的 没钱快乐 但是我特别都说 我碰到太多人 又有钱又快乐 然后他这辈子坦白讲 他还没有听过赛事是谁 他还没有听过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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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过得很快乐 好 赛事不断在强调 我们灵魂在这一辈子 有些人在这一辈子 是着重在心灵上的心灵 而他对物质不是重视 有些灵魂他在这一世 他强调的是物质上的转换能力 所以他会追求物质上的丰盛的生活 有些人他是也在重视他的心灵 也在重视他的物质 所以赛事说 不是哪一种人比较高尚 这件事很重要 我看到学生心灵的人 他都认为什么格秀 就是 身心灵的人 心灵上比较格秀 那个人看情的都没有格秀 甚至我看到很多学生心灵的人 对商业 听到商业这两年 就觉得怎样 就有罪恶感 所以明明提供的智商 提供的东西是很有价值 不然这些人想钱 觉得想钱是很 很熟悉 很熟悉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你这样子的背后的信念是什么 有时候其实不是你 觉得商业是邪恶的 或商业是这个不好 其实背后是你自己 觉得你没有价值 如果说你觉得你有价值 价格的决定就是由价值来的 当你有价值 我一个月跟你 我跟你收多少钱 有没有价值 有 人通常是愿意为价值物钱 当你没有价值的时候 他不见得再多便宜 他很远护 好 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需要 需要去思考的 甚至很多人都觉得 人要低调 对我们不能宣传我们自己多厉害 可是我不断在讲 我常说许医师高不高调 好高调 都一到处讲 都一出处 好 我觉得人本来就应该高调 什么叫高调 你本来就会让人家知道 你是谁啊 你的专长是哪里 像我今天有没有在宣传我的价值 有没有 有 所以各位知道以后 不能到什么事情要来找我 有没有 可是我讲的 实不实战 实战 它是一个事实 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 所以这里面其实对财务 我看到财 你如果说没有财务自由 或是你要追求财务自由 其实很多惯性的事 你真的要去思考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好我们先来看一个影片 这影片就是一个在关系中分享的影片 好我们再看 尤其各位在网路上看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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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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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短的影片 各位看到什麼 整片是吃得到自己吃得到 蛤 你看喔 那麼長的朋友 你要自己吃很難 可是當我分享的時候 是不是得到一個更大的好處 好 先關起來 好 所以 未來的社會 具有很重要的點 怎麼在關係裡面分享 也就是賽斯常常講的合作性的冒險 而且因著這個分享 我現在譬如說 我每天想想看 我們今天時間不夠 不然其實可以讓大家有機會去思考 假設 你要在賽斯高雄的婚會 我們去分享 你能夠做什麼 好 當你想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第一個會想到的是什麼 蛤 你會想到什麼 自己可以講什麼 蛤 自己可以講什麼 自己可以講什麼 分享我已經上台講了 了解嗎 你看 你看 你有沒有想到 我可以做什麼 有沒有 接下來就有人想到 我可以做什麼 我的特點是什麼 聽懂 我的特點是什麼 是不是 開始有一連串 認識自己的機會 也有一連串 去了解自己的價值 假設你互租行動 互租行動 互租行動 你先當志工 在這過程裡面 你是慢慢可以 更了解你的價值 也慢慢從這裡去 發揮你的價值 這樣各位了解意思嗎 而中間 也許你會思考 我們在譬如說 假設你有常常 參加賽斯的高雄文會 你覺得 賽斯的高雄文會 目前 還有哪些 沒有被滿足的地方 有沒有 一定很多 聽懂這句話意思嗎 一定很多 賽斯我有個個案 然後他也是 哎呦 然後他學了聖經理以後 他一直很想做一些事 然後聊聊以後 他說他很喜歡編輯 他很喜歡文字 所以後來他就想要開賽斯花園 開賽斯花園其實是不太成功 不太成功 後來我就問他說 你喜歡文字嗎 而且他覺得文字很好 我說 哎 我覺得現在賽斯家族裡面 有一個沒有被滿足的地方 我說我們來發行一個 賽斯品質報好不好 賽斯報 各位知道賽斯 我們先以賽斯家族為目標市場 我們來發行一個像報紙這樣子 可是我們不是用paper 我們用點子 那這裡面 我們可以有很多的東西 一個包括許醫師演講 我們把它分成竹字港 現在不是有人這樣做嗎 對不對 第二個 我們把許醫師演講的 把它整理出來 還可以出書 現在不是有人這樣做嗎 代醫師是在做這個事情 代醫師是在做這個事情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報導 各分會 他很有創意的活動 九方 他這邊有很多創意的活動 我們來報導他 我們來報導 郭寬醫師拿到了畢業證書 然後讓他談談他的心路歷程 我們來報導 我們去採訪 有沒有 去換換來的賽斯家族 然後呢 他療癒的過程 我們可以讓他來寫文章 各位了解意思嗎 好 然後呢 我們先以賽斯家族為主 我們可以做到 非賽斯家族 我現在譬如說 然後他 他 他對文字編輯有興趣 所以說鼓勵他可以做這個事情 可是後來他還是沒有做 他沒有做是行動上 有很多 信念上的障礙 好 那我要講的是說 我過去的過程裡面 我都是先分享 台灣呢 過去老一輩 在這個商場上 有一句話 他說呢 怎麼賺錢 他說第一個 你要讓錢先出去 錢先出離 錢先出離 人就聚過來 他說錢出 人聚 人聚以後 錢就聚 所以老一輩在商場上 他第一個觀念是 你怎麼賺錢 一定要先付出 付出 付出 付出以後 人才就會聚 所以我付出以後 情感 或關係就會開始連結 連結以後就產生機會 產生機會以後 我假設又花回我的特質 我能不能賺到錢 可就可以賺到錢 所以老一輩他商場上的經驗 因為我其實常常這樣做 我很多朋友跟客戶 我都先付出 有什麼事情問我 我都巨細迷移的 雖然不是我的客戶怎麼樣 但是我都很誠心的 很用心的告訴他 你 而且不厭期望 到處有些客戶 有些朋友他怎麼樣 想辦法給我生意做 因為看起來我好像不太需要 其實我心裡是很需要 好 可是呢 他看我沒有動靜 想辦法 要給我機會 了解我這個意思嗎 好 所以這關係中分享 其實是非常重要 好 所以從這個分享裡面 各位知道 賽斯講的九大意識家族 好 另外現在比較有名的是什麼 蘇瑪利有沒有 蘇瑪利劇團 我們九方創立的 蘇瑪利合唱團 對不對 好 還有很多嘛 各大這九大家族裡面 哪一個家族 比較有錢 這賽斯講的不是我講的 各位知道哪個家族 哪個意識家族 比較有錢 伊爾達 嗯 伊爾達 有一種家族叫伊爾達 那伊爾達呢 它其實是一種交換的 簡單的說它是靠分享的 那通常它會把種子 從這個地方到那個地方 所以它是觀念性的交換 然後呢 它有些分享的 流動的 所以通常比如說它是航海家 它是旅行者 它是怎麼 都有機會可以去看看 因為我自己也背不起來 好 伊爾達它為什麼通常是有錢的 其實它就是一種分享 它從分享去創造它的財物 好 好 所以那個時間有點 好 那我現在要分享 現在這個社會 這個世界 有一種叫做分享式的經濟 Sharing economy 好 我利用這個機會簡單讓大家看一下 分享怎麼帶來財物 分享怎麼創造一些東西 好 好 叫做共享經濟 我一直覺得許天聖 許醫師沒辦法講這個 對不對 大概只有我能夠講 所以我一定要講一下 表現我的專長 好 我們再看 好 共享經濟呢 我先講一個故事 這是我真正的故事 各位知道它是誰嗎 網球的天王 網球的天王 叫做Fader 他 越來越 年紀越大 所以沒辦法 這個這個 沒辦法打得很好 可是我跟我兒子很迷他 我們很欣賞他 我們都那麼說 我這一輩子 要有 假設有一次 能夠在現場看到他打網球 是多好的事情 這是我們一輩子的夢想 然後呢 去年的八月 網球有四大公開賽 每一年的八月 有一個叫美國網球公開賽 那美國網球公開賽 那美國網球公開賽 固定在哪裡 在美國紐約的法拉盛 紐約的法拉盛 是一個法雷社區的法拉盛 所以我跟我兒子 本來就想計畫 本來明年 去年八月 我們就去法拉盛 去看他 每晚 每晚比賽 可是接下去就碰到問題了 在美國網球公開賽 那個時間 你在法拉盛訂飯店 你一個人訂得到嗎 訂不到 第二個 你要訂幾天 你不曉得他第一輪就輸掉 還是第二輪 還是第三輪 各位了解我意思嗎 你要訂幾天不知道 好 意思 另外一個 你除了看美國網球公開賽 你要不要順便去玩 對不對 順便去玩嘛 怎麼辦 所以他說 心裡真的有一個很大的渴望 渴望什麼 好我們看下一個 假設在紐約 法拉盛有個朋友 他看到有剩餘的房間 多數的房間 可以跟我住宿 又有個彈性 對不對 我要住一個禮拜也好 兩個禮拜也好 還有 還有 他有一張旅遊的諮詢 他可以告訴我 法拉盛有哪些秘境 有哪些景點 然後呢 我跟他是不是就一個連結 有獨特性的在地景面 對不對 我沒有情感連結 那成分會不會比較低 那時候心裡很渴望 我真的 啊 後來我就想到 臉書的一個朋友 也是賽斯家族 就是湯美真 她是我 算是 她也是台南人 然後呢 大學的學姐 我就跟她聯絡了 她就住在法拉盛 賽斯家族 而且 我們在臉書上也蠻密切的 我就問她 結果她怎麼回答呢 她說有 我就是有多餘的房間 而且她房間還蠻漂亮的 然後她說 你要住幾天都可以 不過那段時間 我要去北歐玩 但是歡迎你們來 我會交代我兒子 招待你們 你看多好 可是呢 我就覺得 你要不在 然後讓她兒子來招待我 她兒子有上班 後來我就決定 我去打擾她 然後不去打擾她 可是 假設有一個東西 有一個平台 那我可以訂到飯店 對不對 假設有一個平台 在平台裡面呢 你有多餘的房間 就過來這個平台裡面 然後我要去玩 我可以上過這個平台去找 剛好就是有 了解意思嗎 我就可以去住 多好 然後 例如我們常常住的飯店 我們有沒有可怕一種不同的經驗 譬如說 我去法國可以住到古堡級的飯店 有沒有 而不是住那種 那種 那種一般五星級的 然後我在海邊 海邊 出那種很浪漫的 有沒有 希臘式的那種 那種飯店 各位覺得我好像在 在天王夜談嗎 我告訴各位 就是有這家公司 好 我們再看下一頁 這家公司叫做 Air me and me Air bag 就是 氣墊床 and be breakfast 就是早餐 它是怎麼來的 它是080成立的 這兩個人成立 它在舊金山成立 那它成立的時候 是 它在舊金山去租房子 房子 房租很貴 所以它想辦法去賺外塊 結果剛好那一個地方 就剛好有一次 辦一個設計家的 什麼年費展覽 所以兩個年輕人都動著腦筋 我們現在客廳 設計家的年費 所以很多人訂不到房間 我們沒有有沙發 還是我們到客廳 弄個氣墊床 有沒有 那我包早餐 來出租 結果他們就弄個簡單的網站出來 那沒什麼 還有人訂耶 就一個氣墊床 Air bag 然後我包早餐 好 後來呢 訂了人 跟他變成好朋友 後來訂的人 結婚的時候 還邀請他們去參加 他們從這裡就 一個idea出現了 我們是不是可能成立這樣的平台 好 就這樣成立了 成立了 他就提供這個平台 到現在為止有192個國家 有超過50萬筆的 有超過50萬筆的 然後不斷有人投資 有人投資 好我們再看下一個 一般的飯店 是不是一定要蓋飯店 但這家公司有沒有資產 沒有 一定是一個平台 也沒蓋飯店 好 好 所以你看喔 他的估值 已經其實超過了這個 超過這幾家 就有時候那創業的估值 然後這個a b b 其實在全世界越來越多 台灣有沒有 有 有 好 我們再看下一個 這是分享式的經濟 好 所以喔 這個企業他們其實是 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我們同樣每個人 你要去尋找 還沒有被滿足的地方 然後去滿足他的需求 滿足他的需求 而不是一項產品 一項專利或一種技術 很重要去滿足他的需求 好 我們看下一個 好 所以呢 這個 現在 社會上有一種 世界上有一種行業 或一個觀念 就所謂的分享式的經濟 那分享式的經濟很重要的是 它創造出一種互惠的價值 還有它讓閒置產人 轉換成經濟價值 而且在網路上可以取得 那裡面有一群社群 在社群裡面可以互動 可以互動 所以強調的是一種使用權 而不是擁有權 我們不需要擁有很多東西 而這就產生另外一個概念 好來 好 一個概念叫隨需的經濟 什麼叫隨需經濟 有需要就有人來誤我 萬物皆可広 我只要在想要的時候 就擁有想要的東西 好 所以這裡面就產生一個概念 閒置自然可以充分利用 我不一定要擁有房子 我不一定要擁有古堡 可是我可以住古堡 看不了解 我不一定要有老實男生的車子 我不一定要有迫使的車子 可是我可以去搭有司機的迫起的車 送我去機場 現在這種叫Uber Uber 好 這種叫隨需經濟 好 好 Uber 各位知道Uber嗎 有沒有搭過 蛤 有搭過 你有搭過 蛤 蛤 你都搭這個 台灣越來越多了 越來越多了 好 好 你有搭多搭這個嗎 其實很方便 而且它 有網路上可以控制說 可以了解說 它現在到達哪裡了 可是這些都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安全性 好 譬如說 剛剛說Airbnb 對不對 我房子出租 然後有一個人來住 有沒有 結果 我被 性侵 或是我被搶劫 Airbnb有沒有責任 沒有 是我們兩個的責任 可是如果說常常發生這種事情 你應該會不會使用Airbnb 不會 所以現在最大的問題 包括Uber 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安全性的問題 好 好 Uber呢 其實它是2011年在開始推出服務 現在 全球很多都有 大陸也有一家叫做 滴滴出行 就是大陸的Uber 昨天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Apple 投資 投資 投資的10萬美金 10億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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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Uber 好 好 好 那Uber的成績讓舊金山最大的計程車行 破產 台灣有沒有 有 可是台灣計程車業 台灣大車隊一直抵制 因為他很怕 將進行這種事情 好 好 好 我們倒是在冷漢 因為一點點沒關係 大家可以 因為自己的機器會不舒服 所以你看我後面越講越快 好沒關係 所以從這裡其實是 這種厲害可以盛行 換句話說呢 分享式的經濟 其實是沿著我們內心 我們內心很渴望 跟人家分享東西 這個能量的流動 我剛剛講 我們其實 我們內心其實很渴望 能量的流動 而從能量的流動過程裡面 我們了解我們自己是誰 我們也從分享的過程裡面 去了解自己的特質 我們也從分享過程裡面 去建構我們的價值 再發揮我們的價值 我從這個發揮我們的價值 你自然就找到了財富自由 這樣各位了解有意思嗎 而且你是在創造 創造 我覺得我現在就在過這種事 而且這種創造有沒有壓力 也不用做心理師啊 沒有客氣了對不對 客氣也不一定會做 我來現在 因為我是會計師嘛 所以而且我對專業又了解 然後現在很多上市上規公司 很需要一種人 叫做獨立懂事 叫做獨立懂事 告訴各位我還蠻搶手的 獨立懂事做什麼 獨立懂事做什麼 就是去開當主人 一年一開四次 當主人就表示一些你的專業 然後就固定一個月有多少錢 然後就固定一個月有多少錢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對不對 我會發揮我們的價值 但是有沒有責任 有喔 公司慢出事 沒有責任 所以通常我的標準是什麼 我會發揮公司 有沒有責任 第二個我看每個月給我的酬勞 高還是低 月高的 千萬不要 聽懂我這句話意思嗎 高的不合理的千萬不要 聽懂我這句話意思嗎 低的不合理的 也不一樣 你看我有一些思維是不太一樣 我不重視錢多少 我重視我價值有沒有發揮 各位有沒有看到 然後第二個 我這中間有沒有了解我是誰 我有沒有在創造我的價值 我有沒有在展現我的價值 然後你看 然後你看 各位有時候想一想 很多人問我說 你會價值 怎麼沒辦法 沒有一個科心理師 然後就問我說 會計跟心理怎麼結合 怎麼整合 告訴各位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要考慮 跟各位分析 我自己覺得 我是不是有一個特色 是整合不同領域的 而且我有配備相關的能力跟條件 所以我自然就會走向這一路 而在走向這一路的過程裡面 怎麼整合 坦白告訴各位 我真的不知道 可是我就在一路行動當中 一路在整合 我今天是不是也在 你看我今天講的是有心理 可是有沒有講一些經濟 有沒有講一些商業 有沒有 是有的獨特性 那這個是不是在賽斯這個團體裡面 一種不平衡找到的機會 我是在滿足一種 還沒有被滿足的需求 各位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 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喔 坦白告訴我 有一些人 像有幾個個案 他來找我 他說 他接觸賽斯是因為聽到我的分享 聽到我的分享 而且告訴各位 我也有一批粉絲喔 而且也因為我 我有說在臉書上 就發表一些跟賽斯有關的 我很多企業界的朋友 我很多一人一的朋友 他們開始接觸生心理 他們開始認識賽斯 你就這樣 我有沒有幫賽斯這個團體 創造出額外的機會出來 他們也認識醒醫師 好 所以我剛剛講的是說 其實 我今天提這個是 給各位一種思維 我們可以想想看 我們在家裡怎麼去分享 我們大概下一頁 這我們就跳過去 好 現在的服務是怎麼樣 羊毛出在狗身上 如豬買單 好 我們通常知道 平台的提供者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使用消費者 有沒有 通常 會不會跟他收錢 不會 羊毛是出在狗身上 那誰付錢 廣告企業 好 所以 所以 比如九方這邊也是一樣 我們有些提供的服務 我們自己是可以免費 免費 而免費的目的在哪裡 我們想辦法讓豬來買單 好 那豬為什麼買單 因為我們免費的 所以聚集的一群 羊群 了解嗎 羊群就是一種社群 而且這羊群還蠻大的 甚至假設這羊群是國際性的 有沒有出來買單 搶著買單 Google都是這樣子 Facebook就是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 在現在這種分享式的經濟 這種思維其實是可以參考 但是 也要看階段 當你還沒有聚集很大的社群的時候 你要投下成本 投下成本 很重要的是 你要聚集很大的社群 我們再看下一頁 好 所以呢 我今天要提出來 在未來 我們要思考在關係裡面 或是各位如果賽斯家族 在賽斯家族裡面 或是你想想在你的家庭裡面 或在你的人生裡面 我們怎麼可以從分享當中 去創造我們新的價值 你去想一想 而你這個想的過程 然後包括行動的過程 而且要付諸行動 這行動的過程 你就慢慢創造出很多機會出來 好 你再看下一個 好 最後我們看小影片 再看下一頁 這我們都不講了 再看下一頁 其實這個很有意思 有一群老人 然後他們賣樹葉 對 賣樹葉 然後本來這個地方 是很不深暗的地方 而且有個羊老院 就因為創造了一種商業活動 這些老人又快樂 結果羊老院就倒閉 那本來這個縣 是政府要補助的 後來變成這樣 政府不但不補助 他還有繳稅給政府 他們這樣 不拿羊老金 對 他們每一個賣樹葉賣的高高興興 這是一個蠻不錯的故事 好 我們再看下一頁 然後後來他們成立了百貨公司 那這個我們就先跳過去好了 我們看最後一個 好 再看下一個 再看下一個 好 好 這個好 各位有沒有看過 有 好 我們還是簡單看一下 有一個泰國的大樹 大樹 他在TED分享一段他的生活經驗 這生活經驗呢 其實跟我們一些主題有關 你看 他不是做很大的事業 可是他真的享受財富自由 可是他真的享受財富自由 而且還可以在鐵頭上分享 再帶一個美國母 然後本來不會講英文 都變成不會講英文 我們來看一下 好 看最後一個 對 點這個 對 那有對拍的 對 有沒有那個 有中文字幕的 有中文字幕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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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對 是 to pursue success in your life. So if you're bad, if you're poor, so I need to go to Bangkok. When I went to Bangkok, it's not very fun. I said you need to learn, study a lot and work very hard, and then you can succeed. I work very hard eight hours per day at least. But what I can eat is just a bowl of noodles per meal. Or sometimes a bit of fried rice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the estate is very bad, a small room with a lot of people asleep. It's very hard. I start to question a lot. When I work hard, why my life is so hard? It must be something wrong. because I produce a lot of things, but I cannot get enough. And I try to learn. I try to study. I try to study in university. It's very hard to learn in university. Because it's so important. And I start to look at the subject in university. Every faculty. Most of them is destructive knowledge. It's no productive knowledge in university for me. When I look at something like that. If you learn to be architect or engineer, that means you ruin more. The more these people work, the mountain will be destroyed more. And the good land in Chokhaya Basin will be covered with concrete more and more. We destroy more. If you learn apriculture, priculture or something like that, that means you learn how to poison, to intoxicate the land, the water, and learn to destroy everything. I feel like everything we do is so complicated, so hard and everything, we just make it hard. Life is so hard. I feel disacquired. I start to think about why I have to be here, in Bangkok. I think,I thought about when I was a kid. Nobody work eight hours per day. Everybody work two hours, two months a year. Planting rice one month, and harvest the rice another month. The rest is free time. Ten months is free time. That's why people have so many festivals in Thailand. Every month they have festivals. because they have so much free time. And then in the daytime, everybody even take a nap. Even now in Laos, If anybody go to Laos, you can people take a nap after lunch. And after they wake up, they just start sitting, How's your son-in-law? How's your daughter-in-law? That's,people have a lot of time. But at that time, because they have a lot of time. They have time to be with themselves. And when they have time to be with themselves, they have time to understand themselves. When they understand themselves, they can see what they want in their life. So many people see that. They want happiness. They want love. They want to enjoy their life. So people see a lot of beauty in their life. So they express their beauty in many ways. Some people just covering the handle of the knife. Very beautiful. The basket. They're living very nice. But now, Nobody use that one. Nobody can do something like that. People use plastic everywhere. So, I feel like, Is something wrong in there? I cannot live in this way of living. So I decided to quit university. And Went back home. When I went back home, I start to When I was a kid. I start to work two months a year. I got four tons of rice. And The whole family, six people, We eat less than half a ton per year. So we can sell some rice. And then I dig, I dug two ponds, two fish ponds. We have fish to eat all year round. And we, I started a small garden. Less, Less than Half an acre. And I spent 15 minutes per day to take care of the garden. I have more than 30 variety of vegetables In the garden. So six people cannot eat all of it. We have surplus to sell in the market. We can make some income in there too. So, I feel like It's easy. Why I have to be in Bangkok for seven years working hard and don't have enough to eat. But here only 2 months a year and 15 minutes per day I can feed six people. That's easy. And after that I before I think stupid people like me who never get a good grade in the school cannot have a house. because people more clever than me who get number one in the class every year they spend even they get a good job but they need to work more than 30 years to have a house. But for me who cannot finish university how can I have a house? Hopeless for people who have low education like me. But when they start to do Urtan building it's so easy. I spend two hours per day 5 o'clock in the morning to 7 o'clock in the morning. 2 days per 2 hours per day and 3 months I got a house and another friend who's who's the most clever in the class he spent 3 months to build his house too but he had to be in debt he had to pay his debt 30 years so compare to him I have 29 years and 10 months of free time so I feel that life is so easy I never think I can build a house easy like that and after that I keep building house every year at least one house a year now I have no money but I have many houses my problem is tonight which house i will go to sleep so house is not a problem anybody can build a house the kids 13 years old after school they make bricks together make a house after one month they have a library the kids can make a house very old nun can build a hut for herself many people can build a house so it's easy if you don't believe me try it if somebody want to have a house and then the next thing is clothing I feel like I'm poor I feel like I'm not handsome I try to dress like somebody else like a movie star to make myself look good look better I spend one month to save money to buy a pair of jeans when I wear it I turn left and turn right look at the mirror every time I look I'm the same person the most expensive pant cannot change my life I feel like I'm so crazy why I have to buy it spend one month to have a pair of pants it doesn't change me I start to think more about that why we need to follow fashion because when we follow fashion we never catch up with it because we follow it so don't follow it just stay here do what use what we have so after that until now twenty years I never buy any clothes all the clothes I have is left over from people when people come to visit me when they leave they left they left a lot of clothes there so I have tons of clothes now and then when people see me wearing very old clothes then give me more clothes so my problem is I need to keep clothes to people very often now so it's so easy and when I start buying clothes I feel like it's not only clothes it's about something else in my life I need to what I learn is when I buy something everything about I buy it because I like it or I buy it because I I need it so if I buy it because I I like it that means I'm wrong so I feel more free when they think like it and the last thing is when I get sick what we all do I'm very bored in the beginning because then I have no money what I will do but I start to contemplate more normally sickness is normal thing it's not a bad thing sickness is something to remind us that we did something wrong in my life that's why we get sick so when we get sick I need to stop and come back to myself and think about it what I did wrong so I learn how to use water to heal myself how to use earth to heal myself I learn how to use basic knowledge to heal myself so after I rely on myself these four things I feel like life is very easy I feel something like that freedom or something that I feel free I feel like I don't worry about anything much I have less fear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in my life before I have a lot of fear I cannot do anything but now I feel very fear I feel like I'm a unique person on this earth nobody like me I don't need to make myself like anybody else I'm the number one so think like this make it easy very light and and after that I start to to think about when I was in Bangkok I feel very dark in my life I start to think many people many think like me at the time so as we start a place called Pan Pan in Chiang Mai this place the main aim is to saving seed to collect seed because seed is food food is life if there's no seed no life no seed no freedom no seed no happiness because your life independent on somebody else because you have no food so it's very important to save seed that's why we focus on saving seed that's the main thing to be in Pan Pan and the second thing is is the learning center we want to have a center for ourselves to learn learn how to make life easy because we were taught to make life complicate and hard all the time how can we make it easy it's easy but we don't know how to make it easy anymore because because we always make it complicate and now we start to learn and learn to be together because we were taught to disconnect ourselves from everything else to be independent so we can rely on the money only we don't need to rely on each other but now to be happy we need to come back to connect to ourselves again to connect to other people to connect our mind and body together again so we can be happy life is easy and from beginning until now what I learned is the four basic needs food house clothes medicine must be cheap and easy for everybody that's the civilization but if we make these four things hard and very hard for many people to get it that's uncivilized so now when we look at everywhere around us everything is so hard to get so i feel like now is the most uncivilized era of human on this earth we have so many people who finish from university have so many universities on the earth have so many clever people on this earth but how life is harder and harder we make it hard for whom we work hard for whom right now i feel like that it's wrong it's not normal so i just want to come back to normal to be a normal person to be equal to animals the bird make a nest in one or two days the rat dig a hole in one night but the clever human like us spend thirty years to have a house and many people can't believe that i cannot have a they can't believe that they can't have a house in this life so that's wrong why we destroy our spirit why we destroy our ability that much so i feel like it's enough for me to live in the normal way in the unnormal way so now i become i try to be normal but people look at me as abnormal people crazy people but i don't care because it's not my fault it's their fault because they think like that so my life is easy and light now that's enough for me people can think whatever they want i cannot manage anything outside myself what i can do is change my mind manage my mind now my mind is light and easy that's enough if anybody want to have a choice you can have a choice choice to be easy or choice to be hard it depends on you thank you your 这个影片很有意思 所以你看 他中间了不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 他在發揮他的價值 有没有 花揮他的價值 而且花揮他的價值 在他價值以外 他從分享裡面得到了 所以他到最后其实得他一种的自由 他有很大的成就 我觉得他成就还不小 然后你看房子那么多 每天就要烦恼 我要住哪一间 多爽 所以我想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我想今天我的演讲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